詞曲 李宗盛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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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Variation Method 講起來又回到高中了 為什麼又回到高中呢 我們來看看一件事情 假如說我們有個曲線 假設有個曲線這樣子 請問下最小值等於多少 在哪邊 最小值所在地是x0的話 x0等於多少 你說這個還用算嗎 你眼睛看都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地方它的斜率是0嘛 對不對 你說其他地方斜率會等於0嗎 沒有啊 除非你有個極大值 反正要嘛就極大值 要嘛就極小值 它才會等於0 所以你要找到x等於0 這還不簡單 把y對x為分 然後呢 然後呢 強迫它等於0 因為它告訴我們 這一點剛好等於0 OK 然後這個時候算出來的x 就等於x 解決了 但是它這邊用什麼概念來做這件事情呢 一開始稍微講一個概念 OK 在我們實際上解量子力學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就發現到 Hamiltonia呢 寫的好像不會太大困難 問題是寫得出來的時候 大部分都解不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當然很希望能夠像之前 你解hydrogen 解simple harmonic 可以求到一個exactly解 但有時候沒有辦法 對不對 沒有辦法 假設我們可以用這邊 先couple起來之後的狀態 不過這也只有一種狀態可以啊 假設那couple起來之後呢 我們發覺新的可以用舊的來表示 那也把它解決掉啦 那也相當於你求得到exactly的 但有的時候很複雜 我們都不曉得該怎麼做的時候 你能不能用一些預估的方式 或是用猜的方式 或是先用一些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看到一點物理 那也是會票啊 對不對 這就好像沒有錢就看電影 我看看預告片也不錯啊 那這樣也很爽啊 起碼拆一拆 再看看影評 那就相當於電影看完了 那也自我舒服一下嘛 對不對 我們能不能這樣做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教一個方式 就是一個variation method 好 假設我們有一個 這個 non-degenerate system OK non-degenerate system 那我們呢 揮個hammintonian 就告訴我們 他會有個解 就是類似這個樣子 假如說我們現在的 電子或者是 就看看你是解決誰嘛 假設他在某一個狀態 a state 這個我們也曉得很簡單嘛 他一定可以用原來的 這個hammintonia下面的 各個eigen state的一個 linear combination 來化解出來 對不對 好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想要知道一下 the energy of the system at state pc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他energy那個多少 然後這個還不簡單 hammintonia已經知道了 energy呢 不就是hammintonia的expectation value嘛 對不對 就把h夾起來就好了吧 那就很簡單啊 這樣就好 很棒 OK 那我們來看看 夾起來的意思是什麼 hammintonia前後都用pc 把他夾起來 有可能pc本身還沒有normalize 好沒關係我幫他normalize 我就可以寫成這樣 那麼這個運作上來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是summation 所以hammintonia對他運作 就像那hammintonia對裡面 每一個i運作 是不是你會得出個ei 對i運作會得出個ei ei又是時數可以提出來啊 所以我這邊是不是就可以寫成為 summation i a i的平方e i 除以summation a i的平方e i 我是不是就可以簡化成這個樣子 這個很簡單嘛 自己跟自己夾住 就會得到a i的平方e i的平方e i 好 那上面的這個呢 因為我e i呢 就是因為h運作到這邊來 就得到e i e i跟a i一樣可以取出來 只不過a i因為前面有a i 所以a i平方 對不對 我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這是第二 這是它一般的狀況 假設說你都知道原來的解是什麼 那這個狀況當然就解決了 你就照算就是了 那現在麻煩是說 假如說我們不知道呢 或者是h呢 不是這麼簡單一個h 我們只知道h的一部分的行為 另外一部分行為不知道 那不是雞飛狗跳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我們假如說把其中e i e i呢是指每一個狀態下面相對的 eigenvalue 假如說我們把e i給一個 用個最低能量來代替 本來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這邊呢 照寫 它是不是會感應 因為本來是e i嘛 我現在把它換成e i 是不是也可以提出我的summation 那最後呢 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能夠用最低能量來代替 我得到當然就是最低能量 也就是所有的東西都在最低能量 OK 那麼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可能是實際的狀況 這個可能是某一種 某一種狀況下面 我們可以知道它的極小的一個數字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 這個就變成一個什麼 這個呢就相當於說我們似乎可以找到一種方式 某一種方式 能夠找得到它這個最低它ground state的可能的最大值 可能的最大值 因為我們曉得這邊有個大於等於的這個符號 對不對 OK 好 那它要怎麼樣做 怎麼樣做 它的做法就是說 OK 這個不就是能量嗎 這個不就是eigen state嗎 假如說我eigen state 可以用原來的eigen state 裡面加了一些什麼變量 我不曉得什麼變量 因為真實的harmetonium 跟這個這麼簡單的harmetonium 可能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我們這邊harmetonium 我本來這個叫做H0好了 然後呢我現在 比如說我這個是h0 我現在呢想要求取一個狀態下面的energy 或者它state的 是針對h 這個不等於它 那我想用它來做個比例 那我可不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說代表一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找一個假想的 好講個老半天什麼叫假想的不知道 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我們來做幾個例子 然後我們再回過頭來這邊看看 到底它是指什麼意思 好我們來看看 A particle in a potential vx等於lambda x四次方 好 這個什麼意思 這個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我們的harmetonium of這個particle 會是等於什麼 第一個假設是一尾的 因為這邊寫成一尾嘛 我就寫成一尾 第一個動能想 再加上了我也能想 請問一下你會不會解 哇 頭一次看到 究竟有點嚇到了 對不對 因為各位已經解過那些 那些複雜的東西 所以只是很簡單寫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沒責了 OK 那這怎麼辦 我可不可以來看一個東西 看HD 這個是什麼 Harmetonium of a free particle 一個自由的particle 那這個自由的particle 會是什麼呢 那我們就說 自由的particle 我可以寫成 它就是高軒方選嘛 對不對 我們大概知道它這個高軒方選 我可以用這個高軒方選來比擬它 然後我把它做一些變形 做一些變形 然後它可以得到一個 還不錯的結果 我們看一下這個potential 這個potential是什麼potential 這potential本身呢 它是怎麼樣 四次方 比較陡嘛 X是四次方 但不管它是幾次方 基本上看起來 假設有個particle 屬在這邊 它的所在 因為這個potential well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 對稱式的 那我的這個 這個v function 在這邊要decay進去 那這邊有 但是要連接 到了很高很高的地方 它不能進去 因為這邊未能很高 所以呢 x趨近無窮大 負的無窮大 正無窮大的時候 v function不准進去 那v function在0的地方 應該要出現機率蠻大的 對不對 OK 我們大概有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是個高軒方選 高軒方選的意思就是說 它類似這樣子 當x趨近無窮大的時候 x趨近無窮大的時候 v function等於0 就好像x趨近無窮大的時候 potential很高 所以它不能進去 v function一定要等於0 很像 當x逼近到1的時候 它有最大的一個數值 也就是在這個地方 x等於0的時候呢 它出現機率蠻大的 看起來還不錯 對不對 看起來還不錯 所以我們用這個來比擬呢 基本上在形式上面 差不了多少 好 那這怎麼比擬 這裡面呢 我們有一個位置數 就是α 這α呢 牽扯到這個 這個高軒呢 本身的寬度 也就這個v function 這個電子的v function的寬度 OK 我們讓它可以變化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energy 會變成什麼 根據我們上面的呢 就是要把harmetonium夾住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我們要把它夾住 我們先算算看 這個形式會變成什麼 夾住的意思是什麼 夾住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讓我們這邊 對它積分 前面呢是它 所以exponential 負α x平方 over 2 一樣 後面呢是 harmetonium 負的h bar 平方 over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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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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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算一下之后 它会变成h bar 平方 我把 alpha 放在这边 OK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这个 我只是想个办法 你看看 对一个自由电子而言 假设我处在这边 最低的能界在这附近 这附近看起来 假如说够小了的话 这个位能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好像就是自由电子 好像 对不对 那我现在呢 用自由电子的微方形 只是我不晓得它的宽度 来比拟这个 那很明显我要modify它 怎么modify 我把它的宽度当作是活的 摆在这个地方 假设这个就是它的ground state 也就是它在这个地方 ground state的时候 看起来就好像自由电子一点点变形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的能量一定是最低的 对不对 好 一定是最低的话 那么 什么叫最低 最低就是 假设在这个地方 是Y的高度的最低点 它一定跟着它的变因有关系 它对它的变因而言 在这边斜率等于零 我就要把它微分的让它等于零 就会求出这个可能变因的最佳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一呢 把它怎么样 微分 和它而已 最低它就会做的 于是 你 不 还是 就是 我在選擇適當的R0 我就可以讓1有技巧 因為我們這邊所在算的 我們就是要算Groundstein 好,既然它是可以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微分 然後我們要讓它等於0 好,這個微分管會變成什麼東西 H8平方除以4m 加上3分之3的浪大 然後H8平方微分會變成負2 增上H3分之1 然後要等於0 算一下 Alpha0呢 這個時候Alpha就是Alpha0 就可以這個樣子了 然後呢,這樣一來呢 我們就把Alpha0帶進去啊 那是不是我們就可以把1的 Phi的Groundstate 算出來 算出來 就等於1的Phi 在Alpha等於Alpha0的地方 把它通常丟進去 會等於8分之3 Dul H8平方四四方 讓它 就可以等於這樣子 那麼這個時候它的Way Function 猜測的Way Function 是不是就可以等於Exponential 負Alpha0 X平方除以2 當然,前面Normalization的Factor 你自己再算就是了 咦,好像我們就可以把它 求出來的了 Right 但到底這些講下來 對還是錯 是自己以為對呢 也算得很爽呢 還是 它確實有些地方很類似的 好,那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這樣想法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先找兩個Case 這兩個Case 我們都已經知道它的答案了 那我們來試試看 好不好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呢 我現在 我要把這個 我把左邊的這個擦掉 把左邊要不要擦掉 好,最左邊那個擦掉好了 OK A particle In a simple Harmonic Potential Well 这个我们早就解过了嘛 对不对 我们Harmonic 会等于什么 负的H bar 平方over2M Partial平方 Partial X平方 再加上 二分之一 M Omega平方 X平方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这就好像那边一样 但是假设我们还没有 学过那个Hermite function 那一整套 哇 复杂到都快昏倒的地步了 东西之前呢 我们可不可以先这样来看看 我们的眼睛呢 一样回到一个H0 这是什么 自由电子 这一个呢 不管前面的系数是多少 这些系数是固定的嘛 所以最重要是X平方嘛 X平方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X四次方 这比它还要简单 X四次方是这样子 那X平方更平啊 那我在Ground State的时候 我用自由粒子来表示它 更加正确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用一个 用它这个自由电子的微方选台 来模拟它 然后想办法把它宽度解决掉 看看这样能不能得到一点讯息 到底什么讯息可以keep住 什么讯息不能keep住 我们来看看 好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的Ground State 是不是就变成1 这个 然后把它夹住 然后再Normalize自己 对不对 一模一样嘛 那我们就照样把它丢进去啊 那这边是不是 Exponential负的 Alpha平方 I'm sorry X平方 除以2 然后Harmittonium是什么 负的 H bar平方 over2m partial平方 partialX平方 再加上 2分之1m Omega平方 X平方 再加上 Exponential负 Alpha X平方 除以2的DX 除以自己的 Right 好 请你把它计算一次 计算一下呢 这个马上就会得到 我们就会得到 然后我们再把它 假设它是Ground State 那么它一定有个最佳的数值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 Partial 1 反 Partial Alpha 这两个 符号快要一样了 OK 当Alpha等于Alpha 等于0的时候呢 它会等于0 所以我们就把这边 微分一下 第一个这一微完之后 第一项等于H bar平方 除以4m 第二项呢 4分之1m Omega平方 这个会变成 负1 乘上Alpha平方 分之1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等于0 Alpha就等于0 所以这样一来就 计算出来 Alpha0 等于 更好 mOmega over H bar 好 我们把这个 带入上面这个式子 它等于什么东西 以计算完之后 等于2分之1的H bar Omega 各位你看看 2分之1H bar Omega什么 本来就是共振的这个 什么 H harmonic的 零点能嘛 是不是 结果我们根本就还没干嘛 我们用这样拆拆拆拆拆 就把它拆出来了 还八九不利时的 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晓得 它对不对 只是我们算过的人 我们知道它就对了 哇 那这样子我们之前在干嘛 现在没事干在干嘛 猜都猜得到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发觉 这个办法呢 似乎呢 很不错哦 对不对 似乎很不错哦 只是用这个办法 我们根本就不晓得 这个答案都不对而已 OK 但是呢 还蛮靠近的 在这个Case里面不只是靠近 就是它 OK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Case 我总共要讲三个Case 好 加一加一加一加 来不及准点下课 我们就晚一点点下课 好 现在呢 Example 我们用一个 V 你负的 1平方 这是什么 这不是氢原子吗 对不对 它的为难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 只不过现在呢 我们要做简单一点 OK 这一看就是氢原子嘛 非常非常简单的 OK 那我们这个Ground State Ground State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Ground State的VFunction 我们的感觉上 它在R趋近于0的状态下 非常靠近原型点 它的变化要跟R 差不多成正比 OK 然后呢 它呢 在R趋近无穷原的地方 它就要什么 变成0 Vanage 它就要变成0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样 我们要是不管 那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能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反正再拆嘛 我们把它这个 θ跟φ的因素 通通丢掉 反正 反正我们要的是Ground State 那么同样的 Hermitania Hermitania 0呢 看起来呢 又是这个 这不就是Free Particle吗 Free Particle 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 我们用什么东西 我们用一个 Persene Exponential 负R法 现在呢 稍稍微改变一下 变成R的平方 跟这边很像 我只是不除以2而已 OK 反正你有没有除以2都无所谓 好 假设是这样子 那就简单了 我们呢 就这样 那么 我们就照算了 那么 现在就变成什么 Exponential 负阿法 R平方 那这边呢 因为我们现在呢 把θ 因为是Ground State 是最简单的状态 可能跟θ 跟φ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这个 二次方微分呢 就把θ 跟φ Component 通通丢掉了 所以这边是不是 就变成为R平方 d over r r平方 d over dr 对不对 我们就变成这个样子 诶 等一下 我係数掉了 所以我把係数加进来 我用中括号好了 负h bar平方 over r ok 那现在呢 我们是对 整个r要积分 所以后面不要忘了 后面的这个积分呢 就不再只是简单的 第2而已啊 在求坐标里面 前面有个r平方向 不要忘掉了 ok 再除以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像一做了 马上呢 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会等于3倍的h bar平方 alpha 除以2m 前调 根号2 over pi 这张2 exp 平方的根号 alpha ok 然后呢 我们一样啊 假设这个是ground state 我们要modify它 我们一定是把它变来变去 变到最后面 让它的能量可以达到最低 因为它不可能比它更低了 但是呢 你弄得不对了 它就比它高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来求取minimum partial 1 partial alpha 我们让alpha 等于alpha0的时候呢 它会等于0 所以这一算完之后呢 alpha0呢 就可以求得出来 所以呢 我们1 c 在alpha 等于alpha0的时候呢 它会等于负的 m14次方 2h bar 平方 8 三分之π 你去比较一下这个数值 跟你上次算的 ground state energy的数值 你发觉 它只大一点点而已 基本上order都对了 我们发觉 这样子看起来也不错 对不对 不过你会发觉 当我算这几个的时候 我好像只算一个energy 我就停了 为什么 因为微方群本身错误性比较大 我基本上 我就不再 就弄它微方群 但起码我可以知道 那ground state energy 是等于怎么样 OK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立体 这个立体呢 它不只是可以让我们 大概算一下 跟实验数值来做比较 而且从里面 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 很好玩的事情 OK 好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亥原子 亥原子是什么 亥原子的原子核里面 有两个子子 两个宗子 对不对 外面呢 有几颗电子 两颗电子 所以呢 它的hametonia呢 假设我们就不管 不管原子核的移动 我假设这颗原子是不动 OK 原子核的移动 因素把它拿掉 它是不是有这两颗电子 各自的什么 动能 白 有两颗电子 再加上各自 对原子核的 相位 OK 再加上两颗电子 鼻子的排斥力 OK 那这个是 the cologne potential of 2 electron 2 nucleus 这两颗电子 这个是什么 kinetic energy of 2 electron 对不对 假如说 我们把眼光呢 先看前面这两项 不看后面这一项 这两项 假设它是这么独立 就相当于好像 两颗 两颗电子 在前的这个 这个中心的能界里头 就类似这样子 那么这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h0 它是不是相当于怎么样 你一个微方选呢 就相当于两个独立的电子 两个独立电子 在100 n等于1 然后l等于0 m等于0的第一颗 另外一个 第二颗 的微方选 就是这个样子 OK 那么 这个时候我们 就可以做些事情了 就可以做些事情 那我们唯一注意的说 这个呢 像氢原子能界 但它不是氢原子呢 氢原子的微方选 它像氢原子微方选 但是不像 有个地方不像的地方是在于 氢原子呢 它原子盒里面 只有一颗子 它带电量是1 这么为什么有2 因为原子盒里头的 质值数是两颗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phi100 稍稍微modify一下 我们呢 把说它有几颗正电的 这个呢 写成这样子 我们就把氢原子 轻的拿来modify OK 我就写成这个样 因为这个是氢原子的嘛 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equation 一样是z z就是看看你有几颗正的 我把氢 modify成这个样 R那就是半径嘛 A0就是bore半径嘛 对不对 前面给它一个这个简单的normalization factor 我就可以这样子写了 我用这个来看一看 假设只是用氢来模拟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算到的 Hermittonium H0 这个好像应该是 它的ground state OK 假设是这样子 你一算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怎么样 两倍的负 m21平方的平方 除以两倍的h bar平方 它大概大概会等于负的108.8个EV 它的ground state energy应该是这样子 实验给我们的ground state energy是什么 等于多少 负78.6EV 结果你发觉 当你把它假想成是两颗氢 好像氢 在氢原子和上面的两颗独立的电子的时候 你算起来ground state energy是负了108.8个EV 结果实际上实验做出来却是这个 那就代表不对了 对不对 那就代表这一项其实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这两颗电子的交互作用 你不可以忽略掉它 你忽略掉它 你算出来的数值 反正都有数值嘛 我们还以为我们算对了 就跟实验一比起来根本就参不然读 OK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简单 我们又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又用前面的这个 不太对的微方学 把它当作整体的微方学 但是当中有个东西要变化 有什么要变化 我们前面都是给它一个α在变 这边要给什么 南边α 我们让Z变 那你说老师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怎么可以用Z变呢 Z不就是原子核的子子数吗 带正电了 不就是两颗吗 对不对 在氦里面它会不会变成三颗 会不会变一颗 不会啊 但是不要忘掉 这个微能的本身指的是什么 我电子感受到 我电子 两颗当中的排斥力 这个指的是 我这颗电子对原子核的微能 这颗电子对原子核的微能 但是有没有一个可能性 因为这个又不是古典的 古典就是你那颗在那边 我这颗在这边 好像我对它的作用 你对它的作用 好像都是独立的 但是呢在量子力学里面 你告诉我电子处在哪边 电子只是处在一个分布的状态 对不对 Gronstein呢 S等于0的这个 1S的时候 N等于0的时候 它是个球对称的一个状况 你想想看 假如说我原子核是二正 然后我先盖一层 薄薄的电子核上去 它是负一 然后我另外一颗准备进来的时候 告诉我 这个时候它看原子核是多少 它不会是正二 因为外面有一层负的 稍微把它怎么样 挡住一下 OK 你就好像说一个 一个女孩子在这边 外面有一层薄杀 本来没有杀的时候吸引力很强 有薄杀的时候吸引力可能比较弱一点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叫做screen effect 也就是说电子的负电呢 可能第一颗呢 会把第二颗感受到了这个正电呢 screen掉一点 让它变得没有那么正 那假设这样是对的话 我们把自己当作可变硬的来计算 也是蛮有道理的 好 假设是很有道理 那我们来算算看 我从这边好了 我很快速地从这边把它上 所以呢 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就用 这个带来这边 我们用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1 C 记住不再是H0 这边是H0 这个请大家不要忘掉 我用黄色把它画打一点 这个只有这一方面H而已 算起来的结果 大概 OK 其中啊 我让这个呢 把它定义成为Ry的这个数字 我们不是希望在Z等于Z0的时候 它会有最小值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很快呢 就把Z0呢 算出来 就发觉有好多种Z啊 我可以把它index成这样子 OK 那ground state呢 我干脆呢 Z呢 就给它最小的 OK 反正它点多只能够2而已嘛 所以我不能变成4啊 4减到16分之5变成3点多还得了 我里面Z最多就是2 所以K只能用1 所以Z 1呢 Z等于2 减掉16分之5 算起来会等于多少 负的7.75EV 告诉我 这个时候算出来的Energy 跟实验的Energy怎么样 非常非常靠近 非常非常靠近 所以呢 这样子的预估方式 就告诉我们很多物理的Picture 就开始出来了 当两颗电子 处在于一颗原子核上面的时候 这两颗电子 彼此的交互作用 不能够忽略 库仑排斥力是很强的 假设你又是在同样一个 一个状态上面 那库仑排斥力非常非常强的 第二件事情 这两颗电子所感受到原子核对它的吸引力呢 并不是觉得原子核是两颗正电 而是怎么样 比较 小的 Z1等于多少 二减掉十六分之五 本来我们以为呢 里面有两颗原子核 电子所看到的就是两颗正电 它现在告诉你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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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旁边另外一颗在那边干扰的 所以我看到是比两颗正电还要小一点点 OK 所以它告诉我们很多物理Picture呢 是我们直接把它答案算出来 不容易看到的 它反而提供一些很好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Variation Principle 好 Homework 就是各位 相开什么 X材质 假如说我们有个VX呢 它是Delta Function 请问一下 这个时候用Variation Principle 去预估它的Ground State Energy 大概是等于多少 这题也是以前的作业嘛 对不对 记不记得 给个Delta Function的这个位呢 我记得好像是不是你们的作业啊 OK 那我们用预估来看看 好不好 大家做一做 好 不错 今天的时间很好 控制了12点10分 好 我们今天上课到这边下课